一年三日的泰国潑水节又成为过去 不过有些地方还有遗迹可以给大家怀念和了解一下 举例曼谷的碧斯 还有一个佛像可以给大家穆佛 有心不怕迟 现在和他洗澡都还可以 入乡随俗 虽然这几天已经和不同的佛像穆过佛 但乃多人不怪 神都不乖 究竟碧斯在这个新年里有没有什么特别货品出手呢? 是有的 前面看下就是了 就是这些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给大家拿去佛像大师 给和尚大师的 既然是新年嘛 泰国人流行新年去佛像的 难道拿梭椒去什么 当然要拿这些 除此之外 还不断耳朵都有一些新年款式的衣服 是呀 泰国人新年是轻载这些的 泰国新年潑水节期间 迫斯都有些潑水节产品发售 不过就不是水窗那么简单 当中包括这些泰式香水 和这些 咦?这些好像政府禁止了不让大家拿来玩的 通街通巷不可以玩而已 那如果在一个pool villa里面 一家大小互相祝福都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就找得到 但水窗呢? sorry 水窗 看云全场都找不到的 那食物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 和泰国水节位泰国新年有关的呢? 是没什么的 而人流那方面呢 都不是太旺了 不过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有 就是这些花哩花套的泰国新年衣服了 今年的花和往年那些都有些不同的 现场呢 如果播着一些泰国新年的歌曲呢 都总算是有些气氛 不过我不太怀疑 早几天在靠散路都见到有人用水窗玩水 迫斯没有水窗买 那这些水窗是来自哪里呢? 哪里会有水窗买呢? 我升起了 就是这里 又到了沈兵市场 以往泰国水节很开心 开心的意思 不是因为人们在玩水 而是小贩开心 为什么? 因为以往这里有很多水窗 防水用品买 真是每个都赚到满满满满 但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他们依然有得卖 但是有没有人买呢? 当然没有人买 那今年有得卖 还有没有人买呢? 这些防水的胶帽 以往在泰国水节 买得十分好 现时我尽管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款式 但似乎都罚人问津 除此之外 还有这些防水袋 那天在靠散路都见到有些人用 但似乎用的人都不太多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今年都玩不到水 买来做什么? 这些是否微型的噴水器 当然不是 我只是帮你洗手 所有的货品似乎 都不是十分法事 然后这里有水窗 这些货品似买了 这位太太 是否买回到Pool Villa那里射呢? 或是拿去靠散那里卖呢? 价钱都很便宜 还记得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的潑水节 在潑水节之前的那几天 我曾经来过沈平採访过 那时见到满街小贩 大多数都会买一些潑水节的产品 尤其是水窗 长短火 迫激炮 全部有齐 大水喉都有 甚至乎有些小贩 自己设计 创造一些噴水器都有 但今时今日我都见不到 有的都是一些过期的水窗 为什么说过期水窗呢? 因为那些款式都是那些款式 没什么变过 不是新款 还不是过期 而入到里面 看到大多数的档口 都已经是和潑水节无关了 有没有发觉逢差些什么节物节 我一定会来沈平 这里走一走 拍一拍 因为这里是有些东西 和节日有关 是一些商业行为 是有些相关的节日产品卖 之前圣诞节来这里拍过 农历新年亚拍过 现时泰国新年潑水节 又来拍 今次潑水节 今次潑水节泰国新年 眼见所卖的东西 真的比之前少很多 偶尔也有些档口 卖一些水用品 水窗 但不是每个档口都有 也不会有很欢乐的 配水节泰国 播给你听 接着你看下这个档口 哇不是吧 五折 是啊五折发售 奸平奸占五折 今年买了 留下明年用也好 这些以前在屎龙路上 两倍三倍价钱 这些防水袋也是 绝对应该是去年或前年或再前年的仓底货 拿出来买 似乎生意都相当之差 对 除了靠省路那班朋友 会走来买 还哪里会有人买呢 真可憐 反而 比较好买的就是这些假的花串 因为跟潑水没有关 泰国新年很多人都流行 把这些花串挂在顶上 但真的花就很容易借 假的就可以用多几天 甚至乎用到明年都可以 潑水节 即是泰国新年 人要开心 狗仔也要开心 所以也有一些为狗仔而设的潑水节衣服 走多两走 很辛苦才找到另一个档口 有这些水窗 就是小型那一只 而主角已经是这些ATK测试剂了 整体而言 比起以前的潑水节来说 今年审聘的生意真的差很多很多 不过 比起去年和前年 又叫做好了一点 对 比时间去 会慢慢进步 其实 今年眼前所见的审聘 也算是热闹过去年了 期望情况会越来越好 疫情尽快过去 希望未来的日子更好 最重要是明年 就可以正常地玩这个潑水节 希望明年的潑水节 大家可以来玩得开心心 亦可以一起玩 一起舍水